。 这是早上啊,早上起来,再活了抽烟。 空气很好,嗯,等起来这水气比较大。 这旁边的是安大雷斯河。 但是水好像没有想象中的这么清澈啊。 小心一点,小心一点。 离近一点,快离近一点。 还好,还好。 还没解困了,差点塞河里了,出人命了。 啊。 终于遇到水了,终于遇到水了啊。 过去几年一直都没有,除了海边一直都没有遇到水。 是这么多吧。 现在是在土萊多啊,这个关键台的山顶啊。 昨天是在那个位置啊。 那个这一个桥啊。 然后那还一个桥啊。 手指指的位置。 这个桥旁边是火车站。 昨天从火车站啊,走到那边有一个中餐馆。 啊。 吃了一个晚餐。 然后呢。 坐公交车啊。 挡车不方便呢。 坐公交车到了我们住的地方。 也是走一段路。 从这个位置吧。 是吧。 啊。 从这个位置。 对。 从这个位置。 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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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到下面这个位置啊。 是我们住的那个酒店啊。 都是民宿啊。 市中心呢。 是在那一块。 我手圈这一块是市中心。 嗯。 古城嘛。 比较热闹啊。 这只是一个城区啊。 现在看我只是一个城区。 老城区。 然后那边呢。 也有一个城区啊。 你看那边有很多房子。 那也是一个城区啊。 然后这个城区还是在山上。 从这个山上翻过去啊。 在视野的尽头下面。 还有一个城区啊。 这是土莱多的三个城区啊。 这是一个一条河。 叫艾纳雷斯河是吧。 艾纳雷斯河是吧。 没记错啊。 艾纳雷斯河。 从这边留的啊。 这个河啊。 还行吗。 只不过这边的天气啊。 太阳没出来。 太阳啊。 躲在云层的后面啊。 山顶上。 好久没爬山了。 总之风景还不错吧。 我就不露脸了。 这是去马德里的路上啊。 这是做的是大巴车啊。 本来计划做的是火车。 但是火车呢没买到票。 哈哈。 没办法。 就做这个大巴车。 大巴车可能。 稍微慢一点啊。 还好啊。 上车就进了。 做这么一个第一个位置啊。 事业还好。 大概。 一个小时之后吧。 到马德里啊。 啊。 大家看到这期视频的时候人已经到了啊。 应该都已经是安顿好了。 我接下来呢。 就是说到了马德里之后啊。 到了呃。 住的地方之后啊。 连上wifi。 然后呢把今天的几个视频啊。 啊。 都串起来啊。 连成一个完整的视频啊。 早上起来啊。 在托雷多河边啊。 拍了一分钟。 然后中午爬到山顶看风景。 然后晚上啊。 回到住宿。 几个片子一河啊。 所以说大家看到这期节目的时候啊。 虽然说现在你看到的画面是这个大巴车啊。 再往前开。 实际上人已经到马德里啊。 啊。 住下了啊。 报平安了啊。 马德里呢。 比巴塞罗那大了好几倍吧。 人口来说。 马德里大区是巴塞罗那的好几倍啊。 市区生活就是巴塞罗那的两。 两倍多。 啊。 说巴塞罗那就有点像广州的意思啊。 那么马德里就有点像北京的意思啊。 各有各的优点各有各的缺点啊。 也没有什么哪里好哪里哪里不好。 这里一言难尽啊。 马德里呢比较冷啊。 这几天买个冬服啊。 是吧。 外面都是大平原啊。 马德里周边就是大平原。 马德里大都会去到了夏天。 特别的热啊。 特别的热。 冬天呢也比较的冷啊。 巴塞罗那相比要来说就有点似乎春的意思啊。 这一点气候上来说。 巴塞罗那更胜一丑啊。 但是其他的不好讲。 真的不好讲。 反正现在四边雅南三点四这么一个休花枕都上台。 是哪都一样。 不是政治环境来说哪都一样啊。 好吧。 今天呢就先说这么多吧。 现在的时间啊是晚上八点了啊。 我这边已经在马德里已经安顿下来了啊。 今天一天累坏了啊。 早晨起来就去河边。 然后呢赶紧就去上面去吃了个早餐。 然后点了个套餐也不贵啊。 十块钱啊。 我们三个人吃饱。 然后呢。 去观景台看了一下爬山。 爬山。 爬山那个过程中还是很很累的。 就是说。 坐车呀。 已经坐到了这个这个怎么说的观景台。 但是观景台离山顶。 还是有一段啊爬山的路。 好歹呢。 当初有点驴油的底子啊。 背着包。 爬到山顶啊。 然后又跑来跑去跑来跑去。 又是去吃中餐呢。 又是去给孩子买。 买水果呀。 然后跑来跑去。 哎呀。 然后又赶着去马子里。 嗯。 这一天累坏了啊。 看这边啊。 这边。 其实。 对于马子里来来来说啊。 这个夜生活才刚刚开始啊。 夜生活才刚刚开始。 而我呢。 已经是三年。 多。 没有任何的夜生活了。 啊。 就是晚上八点钟以后啊。 已经没有任何活动了啊。 已经持续三年了。 持续三年了。 真的。 晚上八点钟以后就开始啊。 呃。 做节目呀。 我一我一天不是做两个节目吗? 我已经天真好几样了。 一天做两个节目啊。 赚点广告费啊。 所以说像这种大城市啊。 这种车水马龙。 你看现在这个公交车上还是人来人往啊。 公交车上。 这个都都都是都坐满了。 还得站着啊。 人来人往。 这种人间烟火啊。 真的是好久都没有接触了啊。 我走过去啊。 这里。 小公主员给挡住了啊。 这里看稍微会好一点啊。 这样看稍微好一点啊。 啊。 马德里呢。 原来他是比巴塞罗那还要大啊。 西班牙的首都啊。 马德里大区啊。 你说呢。 西班牙也算是一个有历史文化沉淀的国家了。 啊。 一战二战。 在一战二战中西班牙这个国家没有怎么受到波及啊。 可能是因为西班牙人啊。 安逸太久了。 说安逸啊。 大航海实在啊。 西班牙是发了财啊。 啊。 那是破天的财富啊。 大航海时代。 那是破天的财富。 搞得西班牙成为欧洲最富裕的国家。 你包括现在的美国的佛罗里达州啊。 什么加利福尼亚州啊。 整个拉丁美洲啊。 除了葡萄牙啊。 除了什么。 法蜀国家的啊。 少数的几个。 这个。 不是西班牙的殖民地。 其他都是西班牙殖民地。 啊。 你看现在的美国很多州西班牙语还是。 这个官方运言。 这说明西班牙。 这组上扩过。 这组上扩过。 一战二战又没有受到过什么。 严重的伤害啊。 啊。 弗朗哥。 他是个牛逼的人物。 弗朗哥他类似于。 像。 德国比斯麦这样的人物啊。 跟小胡子也是非常好的朋友。 可能到了现在觉得这个好日子太长了。 好日子过到头了啊。 开始越来越去。 走这个啊。 马克思的道路了啊。 真的。 马克思道路今天都不夸张。 现在啊。 什么。 什么。 你看这边。 垃圾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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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好意思。 这里睡个流浪汉。 不好意思。 不好意思啊。 失礼了啊。 所以说现在的西班牙交给这么一群傻叉政客去治理啊。 已经是治理的越来越。 怎么说呢。 对于前景我很不看好的。 啊。 还有人说哎呀我来西班牙当难民吧。 哈哈哈。 我跟你说啊。 这个难民也分三六九等的。 难民分三六九等啊。 记住啊。 中国的难民是最低等的。 中国的难民是最低等的。 再重复一遍。 中国的难民啊。 是最低等的。 好吧。 啊。 整个睡觉。 回家。 啊。 回去。 回宾馆。 啊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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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。